那么咱们刚刚呢 已经完成了这个 伪精态的这种方式啊 方案 那么咱们刚刚呢 在这个版本的服务器呢 咱们已经做完了啊 服务器和框架已经对应了 这个就做完了 那么那么接下来呢 咱就开始往哪个方向走了呢 装饰器基本上应用 就应用的差不多了 咱们接下来的方案是 朝着将来咱们看到这个页面去走 请问咱们这个页面 不是说没看见 看见了 只是这个数据怎么这么low呢 对不对 而且这个地方写了 这里应该是从数据库里边 查出来的数据 对不对 请问同学们 那么咱们接下来的方向 是不是就应该朝着 让咱们的miniweb框架 拥有操作数据库的 是不是功能了吧 怎么操作呢 这本来讲 把你原来 学了什么 获取的游标 游标里边通过Execute 来执行SQL一句 通过FaceAll FaceOne FaceMany 查出数据 查询出来数据之后 说把数据扔到上 是不是就显示了吧 首先 同学们 咱们得有数据库才行 那么 这个地方呢 我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 数据 就是数据文件 我马上给大家 怎么用呢 第一步 先保证 在咱们大家的这个MySQL 本地MySQL里边 创建一个数据库 CreateDatabase StokenDB 查询的指定编码格式 接下来呢 去用一下这个数据库 这个时候 是不是相当于 在复习边了吧 这个是创建数据库 这是用这个数据库 这是啥意思呢 咱们原来得去 做那个省级联动的时候 是不是山东省里边有哪些市 哪些市里边有哪些线 原来咱们是不是通过 Source是不是导入过了吧 同一个道理 创建第一步 第二步 接下来我给你个Source文件 你把这个Source文件拖到Webuntu里边去 通过Source让它执行 那么执行完最后的效果 或者什么 我呢 已经执行完了这个效果了 或者说呢 我把流程告诉你 把那个Source文件给你 你做一遍 那么最后的效果是 你MySQL MySQL-Uroot-P MySQL 就是咱们原来这个用户和这个密码 都蹬进去 那么咱们SourceDatabases 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叫做 是不是有个东西叫做StokeDB了吧 那么咱们Use 就是你的话是应该没有的 你要创建 听懂意思了吗 那你说创建完这个数据库之后 往里边添加了数据之后 都有什么现象什么呢 Stoke Stoke Stroz 然后DB 用一下这个数据库 然后Source TBOS 那么在这个地方有两个表 一个叫Focus 一个叫Info Info就是所有的 然后呢Focus就是关注的 好了 Select 新 Select新 From Info 在这个里边呢 这是前一段时间呢 这个我抓了一些数据 只是抓了这么一部分 这个你想自己抓呢 你们以后学了爬通的时候 直接 单不是要回数据库了吗 从爬通爬 爬完之后 认到数据库里边去 这样你这个数据就多了 你可以抓很多很多条 什么意思呢 在这个地方 我有个这样的一个表的 这个基本的一个结构 有一个样的 有这么多字段 那么它这里边呢 有很多的这个信息 这个呢 是时间 股票呢 我这个地方呢 是指写了一个 那天的日期 就是今年7月份的时候呢 一个信息 有一个股票呢 就是简称这个股票的名字是什么 然后呢 像换这个叫做 这个 股票的变动价格 就是百分之多少 你是变动了多少 然后呢 这是换手率 这个具体的呢 你要高股票 也才知道这个东西 然后呢 这是价格 这是当前价 然后呢 这是最高的价格的时候 是多少 最高的价格是多少 那么 好了同伴 就说 简而言之 这里边是不是有很多很多数据了吧 那么这些数据 这是这个info表里边了 那么 还有一个表 叫做什么呢 sel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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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om focus focus 都 大家可以看 是不是有这么几个东西了 这是啥东西 这个表里边的信息啊 是咱们大家呢 将来应该在Ubuntu里边看到的个人中心里边这个地方的信息 我给他回凑一下 这个地方是你 个人中心里边是个人你的这个关注的股票 而这个股票信息呢 是所有的股票 这么说能理解了吧 也就是呢 我差不多呢 从网上找了这个90几条这个股票的信息 档上来了 如果你要是想到的话 同学们 有很多很多数据 因为每一只股票呢 除了这个停牌之外呢 基本上每 就星期一到星期五 就是国家规定节假日之外 基本上都是要这个这个开盘的 那么所以说呢 每一只股票 一年三位六十五天 那么差不多的200多天得交易的 那么有很多 就是一个股票 就有200多 一年有200多 那这个股票呢 根据他上市的这个年份呢 有很多很多条 那么全中国那个好千 好几千只股票 那么对中的这个数据相当庞大的 我在这个地方呢 仅仅是找了一部分 听懂我的意思了吗 这是模拟这个过程 实际的 你可以学完爬虫 虽然后面接到的爬虫之后 你可以通往把数据股票全挡上来 接下来你就要分析 哪一只股票涨的时候 哪一只股票有一定的反应 只要你能找到这个规律 恭喜你 以后的财富就知道了 但是呢 一般情况下 这个找这个数据 基本上相当难找 你得分析它的规律 借了 我只是打个比方 我只是画龙点睛打个比方 抛站一月 我发现了某只股票 假如说是某只股票 它在增它在降 它在增它在降的这个期间 在茫茫的好几千只股票当中 有那么几只股票 然后比它稍微延迟一点 也是在增也是在涨 或者说这只股票 A涨的时候 那个股票跌 这个跌的时候 那个涨 请问这是不是就是规律了吧 你要是把这个规律找到 那么请问同学 你只要观察这只股票的行为 这个增长的这个信息 那么你就能推断出来 就是有一定的概率 不能是百分之百 一定的概率 能说明那只股票涨又不涨 只要你对中 比方说你买了很多的股票 那个概率有可能是百分之五十一以上 就是大约一半以上 那就是可以值得就买 那么对中呢 有可能就赚一点钱 一年赚个奶粉钱 这是肯定的 这是肯定的 好那么 这个地方切记 轻易不要去买股票 这是我最后的一个建议 不相信就有个哥们 关注了哪只股票 哪只股票不涨 前一天刚泡了 这只股票涨得嗨嗨的不涨 这是现实 这是现实 就这样 他们不要轻易的玩股票 你现在是攒钱 而不是希望你用手里边 这一万块钱 就辨识十万块钱 不可能经验不够 你还不够 没当着火候呢 这边讲他们 按照我刚刚给大家说的这个过程 第一步 创进数据库 第二步 选用数据库 然后在当前路径下 能看得在这个文件 还记得我说过吧 在当前路径下 如果能看得见这个文件的情况下 用Source导入 将来数据就进去了 接下来套在这几步 让他们的数据拥有 就可以了 那么同盘 假如说 假如说同盘 我已经套得过了 那么我这个数据库里边 是不是就有这些数据了吧 那么有了这些数据之后 我想干什么 我最核心的目的是干什么 copy0304 然后呢 这个 从数据 库 库库库库库中 查询数据 那么 我的目的是 当我接下来 再把这个服务器 把这个服务器再运营起来的时候呢 我接下来点它 点它的时候 不再看这些恶心的东西了 而是想要看 从数据库里边查出的数据 听懂我的意思了吗 那么 既这个地方呢 我想让他看到数据 而不再是恶心的这句话了 怎么办呢 接下来咱们的目的 让咱们的miniweb框架里边 融合上 mycycle数据的套的功能 融合上这个功能 是你 你会怎么融 首先 我要问一个方向 你觉得咱们应该是在框架里边改 还是在服务器里边改 是不是分离啊 那么 在框架里边改 服务器是单独的服务器 框架是框架 你框架爱这么多 和服务器没什么关系 vim 大家那边一颗里边 然后又叫miniweb框架 打开它 咱们访问的主页的时候 就是访问index的 HTML的时候 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点 这个地方怎么的 这个地方是不是 直接把模板给它找到 找到之后 把东西给它剃除 拿出来 咱们这个地方写的哈哈 是不是将来就导致 咱们刚刚在浏览器里边的时候 这个地方是不是就看了哈哈 那么言外之意是什么 我把这个换从红数据库里边 查出来了数据 请问这个事 是不是就赢人而解 怎么解啊 怎么做呀 知道吗 我原来给大家说过 想要在python里边去操作数据库 咱们原来说过了 是不是这么几个固定的过程 第一个 链接数据库 接下来获取游标 接下来通过execute 来执行Sircle语句 默认的 python执行Sircle的时候 是默认开启事物的 还记得吗 给我解答一下 事物的四个特性 ACID原本性 一致性格类性还有什么持久性 对持久性 好 再四个特性 不要忘了 忘了你赶紧回去看看 这个时候两分钟就回忆了 否则后面就花20分钟 不一样 好了 那么在这个地方 把这个东西拿过来之后 咱们通过execute 如果要是执行的 查询语句 就根本不用commete提交 如果是增三改 任何一个 是不是咱们对于中 还得commete提交 是不是相当于 这个事物 是不是对于中确证 来执行Sircle语句就可以了 把这个东西 我说过一遍 不用背 直接拿过去 没有人在背这个东西的 把他拿过去 怎么加哪 是不是也就是说 你原来这个 对不对 要换成什么了 是不是接下来 就应该换成 咱们刚刚写的 这个社会语句了吧 来又接 站过去 把他拿着 然后呢 如果是sublim或者phm 他就自动对应格式了 这个呢 咱们需要手动对一下 然后呢 选中这两个东西 千万连接数据库 没问题吧 你要明白一点 咱们后边这个地方写的 这个数据库 这个名字要给他谁 localhost的 这是IP是对的 端口是对的 用户名密码是对的 编码格式也是对的 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应该改正 改正什么 stokedb 对吧 OK 来 往后找 这个地方呢 就是stoke 下回线db 是不是咱们刚刚 是不是选择这只股票 这个数据库 选择这个数据库 接下来 我应该执行什么 动作 叫phs吧 别叫phs1 就是cuse.xl qt 然后接下来 执行色口语句 还记得吧 如果这个色口语句 是需要有参数拼装的 咱们原来说过 是不是叫做参数化 如果要是紧紧的固定的东西 是不是就没有参数化了吧 背这个道理吧 来 因为咱们当前的数据比较少 可以全查出来 如果数据比较多 是不是咱们得用limit 是不是来分year 来select 行 from info 是不是全查出来 查出来之后 前面 cf.xl 是不是全出来了 那全出来的时候 我应该有可能要用 是不是我找个地方囤起来 比方说 这个叫做 stoker info 等于这个哥们 查出来的数据 在这里边 请问查出来 还记得是个什么吗 每一行是个原主 如果你查出来多行 是不是原主 又特了原主 好了 接下来要关 还记得关什么吧 cs.close 关掉 然后can 就是connect 那个对象 点 close 是不是全部关闭 请问关闭之后 咱们最想要的 是不是就是在这里边 同搜这个数据 什么 我想看看 怎么做 咱们在这个地方 有一句话 我刚刚给他屏蔽了 来 咱们把这句话 YY拿过来 P进行粘贴 好 把这个呢 33 注释打开 那么接下来替换 替换 拿的什么去替换 stoker info 这个去替换 这是什么 这是元素 这总可以了 这啥意思 这是不是逗串 我管你是什么类型 什么都行 反正你现在一定是个逗串 我接下来去替换 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了 第二 看看这个效果 嗯 connect is not defined 为啥呢 没有导入 对 import from my circle import connect 是这么小吧 不是吗 是 你长得愁着就愁着吧 反正能看 你龙笔没有强啊 是吧 请问 是不是书记已经出来了 前面 我给大家说明了一个道理 这个地方应该你明白一个道理 我模板 为什么要和我的python分开 请问为什么 模板基本上是固定的 但是查出来的数据有可能不一样 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那么你说我打开模板 用open打开那个模板 我用circle语句查出来结果 我把模板和查出来的数据 结果只要合在一起 请问返回给浏览器 是不是就看到了这样的现象了吗 你说对不对 怎么 这么做 我估计你会想 谁能看得懂呢 反正我看不懂 你不管怎么说吧 出现了全新号 百分之什么什么 百分之什么 一个deceamer的 一个数字的 一个deceamer的 一个数字的 一个date类型的 日期的 有个二的 等等又一个 有个三的 有个等等 你会发现有很多 是吧 是你你会怎么再完美一点呢 那么这个时候 当前端的工程师 就前端页面的工程师 给你模板的时候 他给你的这个模板里边 难道就真正的 就只有这么一丁点东西吗 他还会给你一个模板 给你的模板呢 往往是一个标准的模板 也就是说前端 会给你一个这样的模板 他把模板给你之后呢 你把这个模板 你想用的 你把它放在哪 你不想用的把它删掉 这是你可以做的一件事情 基本上 也就是我要给你两张意思 就是前端给你的模板 不仅有这个 这个 不仅有这个 还会接下来给你写上 一部分的数据 听懂我意思了吧 请问 咱们已经查出了数据了 查出了数据了 但是恶心 人家查出了数据 你没发现还是挺漂亮的吧 那么这就签出问题 怎么多了呢 我查出的数据 无非是这个地方的格式不对而已 格式不对而已 那么他们怎么多了呢 看照 有机 我给大家模拟 你实际的过程 前段给你之后 给你个账 静态的一个 就是给你个HTML文件 这个里边都写好了 你检查一下 把它打开 你怎么知道谁是谁 你怎么知道谁决定格式 他们都看照 大家没发现 在这个地方 看出了很多的TR TR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包在里边的 一部分的信息 一对TR标签 表示一行 第一行 你发现什么东西 第一行 什么那个标题 第一行是不是标题 接下来除了第一行TR之外的 其他的TR 你们发现 是不是就都是对应了 其他的一些真正的数据了吧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TR长了什么样子 我只要 从我刚刚查询出来的数据库里边 我让这只股票的数据 取出来 变成这个TR的格式标签 请问这个事 是不是就解了吧 那么也就是说 你这个时候选中了这个坨 咱们看 Copy 看能不能把它考出来 Copy Copy Elements 走你 然后呢 打开它 咱们粘贴 咱们看看 看看啊 来站进去 考出来是什么 请问 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咱们看啊 咱们考出来这个标签对应的 TR 这是一对 一个TD是一列 一个TR确定是一行 一个TD呢 确定是一列 来大家再看 一列 两列 三列 四列 五列 七列 六列 七列 八列 九列 十列 一共是九列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没有问题吧 一 对应的这个一 00007 对应的这个007 全新号 对应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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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这个按钮 请问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个input 是不是这个地方有个添加 前端给你的页面 它一定会给你一个每一个信息 它给你几个demo 就给你一个例子 你把这个东西 只要找到规律了 请问 咱们这个当前这个固定的模板里边已经有了 是不是已经有了头 是不是已经有了头 但是咱们接下来缺少的是不是就这样的TR 是不是这样的一行一行的信息了吧 你把这一行信息给它保存了头 之后 接下来你该干什么了 copy 零四 零五 替换 模板 VM Dynamic 迷你 走 打开 出现刚刚这个问题的核心原因就在于 核心原因就在于 我这个数据是从数据库里边查出来的 我直接去替换这个content 这个content是什么呢 这个content是什么呢 vs 然后templates里边有个东西叫做index 大家看一下 往下翻 你看 这个地方 大家还记得 这个地方是不是出现了一个content了吧 也就是说我把这一片 我把躲边这片代码打开之后 放到这里边来 然后我去找这个东西 给它替换成我刚查出来的数据库里边的数据 请问是它了吧 只要去替换 这个地方数据的时候 拿着一个带格式的数据过去替换 请问这个事实不就解了吧 那么这个格式的数据去哪拿呀 怎么去哪拿呀 我已经从数据库里边查出来的数据 并且我已经知道了刚刚你的格式是不是这个格式啊 所以说怎么办 复制 来 接下来 咱们在替换的时候不能这么促鲁了 你说对不对 你太促鲁了 不能这么做 怎么做呢 来 比方说 st秒 比方说这个tr tr这个template 模板 等于123 不错 我这站在这吧 123 右肌 粘贴 123 这是一坨恶心的啥呀 站过来还没有格式啊 来 往这走 好了 再回去 走 再过去 那基本上呢 这个字符串呢 也就可以这么做 也是没问题的 好了 那大家看啊 现在为止 我是不是定义了这样一个字符串了吧 很长 对不对 那么 我怎么去弄 用这个字符串呢 我怎么去用这个字符串呢 对不对 看着啊 如果我把这个trtemplate 直接放到这 请问会有什么后果吗 啊 你明白 我放在这呢 会有什么后果 会有什么现象吗 你这里边这个字符串是什么 是不是就回个图去去替换那个模板 读出来的这个这个东西了 来 走 这个7890这个单口啊 刷新 为什么有一个 对啊 你也明白呀 我只替换了一个呀 所以说同伴 怎么做 你替换多个不就完了吗 哪来的多个 你怎么知道有多少个 请问咱们数据库里边查出来的是不是一个圆祖里边套的圆祖 对外边这一层圆祖决定了有多少行 每一个小圆祖里边决定了有多少列 你说是不是他 知道吗 怎么办 那我就是 我就来上一个stml 等于一个空了的无数 那么接下来 放我修华 放这个叫做 line info 然后in 叫什么了 那个叫stoke inforce 请问我取出来的是不是一个圆祖吧 那么这个圆祖里边我接下来应该干什么 是不是应该有一个这个模板 然后我接下来把这个圆祖里边的值取出来替换这个模板 加到这里边去 我再说一遍 你可别晕 你可别晕 我核心的思想是 我有一个st秒 这个字符串 我这个字符串里边只要放这个东西放多个 那么最终的现象是什么 我叫下123 我放这个字符串 我放一个 且问 这是不是一行 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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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问题吧 如果我每次我都放这个固定的 行不行 来 回头去看看吧 来 看张 stml stml 加 加等于 tr 这个复活循环咨询完之后 请问 它这里边是什么 你查出来多少行 我这个st秒里边就加多少个这个东西 你说对不对 那么因此我这个st秒里边最终的效果 你有多少个 就有多少个这样的TR标签呢 我接下来拿着st秒过去替换 请问看着 我过去拿了st秒给你替换 请问最后的现象 你猜猜会 是吧 个数 一定和这个个数 怎么着 一定一样 但是数据 好像这就不对了 是吧 那么应该怎么着 改对 怎么改 改什么 请问同学们 我问大家个问题 是否也就意味着 刚刚我现在写的这个for循环 循环多少次 意味着这个st秒这个电量里边 有多少个字一样的 有多少个决定了将来浏览器里边 显示有多少行 但是我发现了这里边 如果都写成1写成0007 写成全新号 写成这个字 是不是都是固定的 那么我只要把它 换成1% 换成 我问个问题 我又得考虑类型 我又得考虑什么东西 我能不能全部写成S% 可以了 那就干费 你写什么 d%f了 全写什么 来 再个修备去改 需要改吧 你要跟他我的数据啊 改 请问我问个问题 我正在改 我问个问题 改的目的是什么 改的目的是什么 还有这么多呢 哎呀 我刚刚我有点low了 我不应该这么多 我给你眼神给正常了 刚有点low了 来 我来一个 先要确定下面有几号 1234567 来 7DD 删了 来 YYYYP 这个 YY7P 没了 刚刚我在跟你说话的时候 忘了这个事情 可以这么多 12345678 加上最后的这个TD标签 加上这个 这个标签 请问是不是一共18个了吧 好 那么来 咱们先确定确定 每一行里面都是什么呢 第一行 第一行是序号 请问他那个序号 这个值叫什么 你看这个时候 咱们又怎么来了 是不是这个时候 是不是咱们又得回到这 是不是得看这个数据库了吧 好了 我回到 回到桌 回到加募录 别显示那么长了 my circle 然后 -u root -p my circle 然后use stoke 下回线 db 然后 desc 叫 info 走 id code sort 等等 是这套东西了吧 来 他和他对 和他对 人家说 1 就是1 股票代码 就是股票代码 简称 就是简称 涨跌幅 这个换手率 价格 最高值 时间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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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都是1对应的了 那么 01234567 是不是将来对应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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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一知道这个东西数据 01234567 好 怎么办 接下来回到账 01234567 那么请问 这个东西 是不是 你写上了 12345678 你写了8个百分之s 意味着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意味着有8个变量 哪来的 是不是这个地方 就是lineinfo里边的0 你说是个道理的吧 然后 写一个 来 V 小写的V选中 然后呢 Y复制 然后回到这去p 1 诶 这个在哪去了 站过了 1 然后 2 3 12345678 可以吧 你8个百分之s 12345678 是8个 那么将来这个地方 不许是0到7吗 来 可以改 好吗 改 从最左边 这个我可以改 这是1 这是1 这个是2 这个是3 这个是4 5 6 哎呀 好不容易写完了 最后这个duty怎么的 删掉 走 你可以看好了 此次的数据 现场啊 嗯 少了个东西 走起 运行 那么接下来回到浏览器 789 那端口这个刷新 嗯 挂了 没挂 还得挂了 啊 没挂啊 刚刚我看的什么 怎么挂了呢 看着 数据 是不是已经和 这个 是不是一样了 来大家再看啊 现在 这个是咱们的数据 点这个没有数据 点这个是不是已经错了数据了吧 大家有没有发现 是不是一个网站 基本上这个 这个过程 是不是就出来了吧 好了 基本上就是道理 对吗 这个过程 你大体上有个概念 我再给你重复遍 这个过程是什么 当浏览器请求的时候 给了web服务器 web服务器就掉你的框架 你的框架 基本上做两件事情 第一件就这样 从模板的路径里边 找到它对应的模板 第二步 从数据库里边插出数据 把数据和模板 进行一个替换的一个组装 一个合并 最终合并成一个完美的组串 把它返回给web服务器 web服务器 接下来返回给浏览器 请问 接下来是不是就显示了 咱们正常的数据了吧 基本上这个过程 就现在已经是通的了 已经是通的了 好的嘛 那么这个我就先说到这